2018白手起家女富豪榜,赵薇63一手入榜,唐僧妻子第三。 本文由刘以乔首原创,未经允许任何商业不得转载。 日前,2018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榜单发布,100位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64位都来自中国,其中来自北京的有15位。 在经典名作《西游记》中饰演唐僧·池仲瑞的妻子陈丽华以510亿的财富排名第三。 陈丽华可谓是榜单的老顾客,郑黄奇世家出身,在胡润的所有榜单中,总是名列前茅,当初池仲瑞与她结婚后,便退出娱乐圈一起从商。 本次榜单中的惊喜莫过于赵薇以63亿的财富首次入榜。 赵薇这次入榜单令粉丝与网友受宠若惊,纷纷夸赞低调,不过也招来了网友的痛骂,是靠诈骗起家的吧? 粉丝站出来力挺,那些嫉妒别人财富来源不明的,请你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你自己,别在这里诋毁。 2017年,媒体报道赵薇同老公黄有龙用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万家。 被中正监罚进入A股市场五年监罚款30万,在那之后赵薇便深陷负评,被网友痛骂骗股民前,赵薇对此沉默试金,懒得谣言。 首次入女富豪榜,赵薇借着三八妇女节的日子也祝贺自己事业再次走上巅峰,在社交网站上更新了Inz称,是女人成就了英雄。 大衣女节目 大衣女节目 大衣女节目